要告诉您之前台北颇会晤恐吓的艺人肖敬腾 他又传出遭到恐吓 唱片公司收到了一封庶名给肖敬腾的信件 打开之后赫然发现 里面装的是名纸和活生生乱窜的面包虫 唱片公司立刻报警 警方也将信件送往了台北市的监视中心 希望能够从指纹等等的机阵来追查信件来源 由于肖敬腾之前才刚刚遭到颇会晤攻击 唱片公司对此事不敢大意 而他得知了恐吓信件 心情也非常低落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